确确实实 这非常非常好 但是在夏天呢 我们不仅要超快啊 要超快啊 还要有一点 这做出来的饭你得开胃 对 那我今儿我就教你一个快手的 这么一道小泡菜的这样 小泡菜 其实这个做泡菜 平时一般的做法呢 咱们都是通过一个自然发酵的 这个方法 过程 它需要一个时间 对对对 那今天教给大家这方法呢 就把这个自然发酵的时间 缩短 把它缩短 出过这两次开锅 快速达到它一个 让泡菜成熟的方法 这锅开了咱开始吧 行 那咱开始 首先呢你看啊 先把胡萝卜 胡萝卜 桂子姜 然后是圆白菜 圆白菜 焯烫的时候只需要是什么呀 开锅下 开锅出 那这是第一次开锅啊 刚才说了要开两次锅 现在来看您这第二开 第二次开锅 我这有妙招了 咱换个锅 这是什么 没错 淘米水 来 把这淘米水倒进来 它可以加速这个跑菜的发酵 发酵 来 第二次开锅之后 这会儿要加入调料 加重料 花椒 花椒 对 这是什么叶 香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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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这个量是怎么控制 这个量和咱们这个主料的量 您给我掌握 您要喜欢吃麻的 您就多放一点 开始调味 看好这步骤 这是什么 白胡椒 白胡椒粉 然后是一定要放盐 基本上就是三小勺就可以了 白糖 好 最后 白醋 好 白醋加进来之后 完全烧开了 温火 这是第二次开锅 第二次开锅了 然后直接把它 这方法真新鲜 我四分 这方法真新鲜 我四分